前言 我知道做个慎思明辨的人挺好的 会问很多恰到好处的问题也挺不错 可我就是不知道该问哪些问题 不知道怎么个问法 很多人不知道 怎样切实有效地提出一些批判性问题 希望我们能提供较为详尽的指导 鉴于此 我们专门撰写了这本书 以满足大家的需求 目前这已是本书第11次修订了 只有公众都能独立思考和判断 民主制度实行起来才会最有成效 也只有经过批判性问题的层层考验后 形成的决定和信念 才让我们觉得更加理智气壮 任何东西想要进入我们的头脑 首先就得接受我们信奉的一些特定标准的检验 我们为此倍感自豪 从开始写作时起 本书就一直处于不断改进之中 我们不断汲取来自我们的学生 以及使用本书的广大教师的意见和建议 一方面 我们为本书的大获成功 以及来自很多国家的广大读者的积极反馈 而感到无比振奋 另一方面 我们又觉得任重而道远 觉得还需要付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努力来教导公众 如何提出正确的问题 新的意见和建议已多 对哪些需要牢牢把握 哪些可以不予考虑 以及诸如此类的取舍 也就越来越难做 每天都有人想尽一切办法 要说服我们 跟我们死缠烂打 其中很多人都喜欢钻牛角尖走极端 而他们的论说 诉诸情感的成分多 诉诸理智的成分少 记不清在多少次的公开讨论中 我们遭遇到普遍的极度无视证据 语言草率 错把声高当有理的情况 满足于似是而非 或者说对真相漠不关心的态度 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我们一心追求的是 希望修订本 既能保持这本书的主要特色 同时又能适当调整内容 以适应我们新的思考重点 和读者不断演化的新需求 比如说 我们首先想保留本书简明恶药 清楚易懂 以及篇幅短小的特色 经验告诉我们 这本小书出色地完成了 它的既定目标 传授批判性思考和提问的技能 40多年向学生传授 批判性思维技能的经验 也让我们确信 尽管学生们能力有差异 数业有专攻 只要我们用简单易懂的方法 向他们传授批判性思维的技能 他们很快就能成功地将其应用于各种实践 在学以致用的过程中 他们的信心逐步增强 在重大社会问题和个人问题方面 他们做出理性抉择的能力 也与日俱增 哪怕面对从前极少经历过的重大问题 他们也一样可以应对自如 正因如此 本书才能实现其一贯秉持的 而其他书籍却无法实现的一系列目标 它将使学生掌握一整套提问的技能 并且这些技能还可以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对这些技能的训练都是在轻松 自然的讨论中展开的 我们的读者对象是普通大众 而不是什么专业人士 本书最为显著的特色之一 就是它的适用范围 远远超出了你的想象 延伸到形形色色的生活实践之中 与批判性思维联系在一起的种种习惯和态度 可以被灵活运用到消费、医疗、法律及一般伦理和个人的抉择当中 当外科医生说需要动手术时 为本书所倡导的关键问题 Critical Questions 寻找答案就有可能变成生死攸关的事情 此外 坚持用这些批判性思维提问 也可以巩固我们不断增长的知识 帮助我们更快地发现世界运行的规律 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以及怎样做才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谁会觉得本书特别有用呢 鉴于我们的教学经验里 涵盖了各种不同水平和层次的学生 我们很难想象出这本书对哪一门专业或课程派不上用场 事实上 本书前十版曾被广泛应用于法律、英语、制药学、哲学、教育学、 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以及各种门类的社科课程 同时还被普遍应用于无数的中学教学课堂里 本书特别适合在以下几个领域中应用 普通教育学课程的老师 在第一堂课时就可以布置学生阅读这本书 这样当学生刨根问底地想知道他们能从这门课当中学到什么的时候 本书就能一股脑地回答他们的问题 当教师在英语课上训练学生写作说明文时 也可使用本书 不仅在构思文章前可用它来参考怎样客观评价各种不同的议论 而且同时还能用它来提醒学生在写作中应当设法避免的一系列问题 对于那些专门用来培养学生批判性阅读和思考技能的课程 本书自然可以成为课堂上的重中之重 新版的特色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 我们特意增加一张新的内容 专门用来探讨各种认知偏见 以及缜密的批判性思维会遭遇的其他障碍 其次 我们吸收了丹尼尔·卡尼曼 Daniel Connellman所著的《思考·快语慢·thinking·fast and slow》 里的真挚着见并将它们贯穿到全书当中 我们尤其强调慢思考的重要性 再次 在第十一版中 我们继续在练习的前几篇文章里采取摄问的方式来自问自答 即对所读的文章边思考 判断边加以解答 这好比一个人正努力思考如何评价这篇文章 而读者则在这个人的脑海里旁观整个思考的过程 我们认为 与其直接让读者看答案 不如让他们切身感受 一下接受 拒绝 修正和组织这个答案的点滴过程 这样他们可以获得更现实的画面 了解用来获取答案的批判性思维的实际应用过程 我们在这里 借著名教育家约翰 加德纳 John Garner 对一个知名比喻 他曾严厉批评一些教师和培训师 批评他们指向学生展示知识原地里采摘的缤纷花朵 而不给学生看使那束美丽的花环得以呈现的种植 除草 施肥和修剪的整个过程 第四 我们同时强调了批判性思维的社会属性 或称互动属性 及其现实特征 即一个人提出批判性思考问题的方式 可能会极大影响到他探寻行为的价值 例如 很多读者在与人交往时 刚要跃跃欲试地秀一秀 自己批判性提问的能力 就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乐于见到 别人对他们的信念展开批判性的盘问 有些互动方法能在批判性的思考者 与演说者作者之间激发出更多令人满意的对话 而另一些方法则难以奏效 我们建议 读者一定要注意提问和倾听的策略 以使对话得以顺利进行 而不是迫使对方关闭对话的渠道 比如说 有人一听完问题 就会来这么一句 你怎么单单就盯上我了呢 而这样的做法 常常会让批判性追问的进程 就此戛然而止 没了下文 最后 我们添加了许多新的例子和练习文章 更频繁地触及当前的热点问题 体现批判性思维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和应用 虽然本书主要是从我们的课堂教学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但它的目标在于指导绝大多数人培养更加的阅读和倾听习惯 对于它旨在培养的种种技能 任何一个不盲从 盲信的读者都需要将之拿来用作理性判断的基础 本书所反复强调的批判性问题可以提高我们的论证能力 不管我们受过的正规教育有多少 你在书里的收获相信会大大出乎你的意料 米尔 布朗 斯图尔特 基利